近日呢 四川成都 一辆正在行驶中的公交车 也发生了意外 一声巨响 让一车的人都慌了神 4号上午 这辆58路公交车 正由西向东 行驶到了成都中医学院立交桥 8点半左右的时候 车尾突然传来 砰的一声 从车头的监控视频 我们可以看到 此刻大量的白色烟雾散发开来 一些乘客已经惊慌逃离 爆炸声后两秒左右 李师傅将公交车 制装开门一起合作 但此刻 一些乘客跳窗的跳窗 砸玻璃的砸玻璃 一位乘客还被人挤进了门缝里 直到大家都离开了 他才把被夹住的腿抽离出来 最后一个小车 消防调查小组经过查证 最终确认 这次爆炸巨响的原因 是灭火器温度感应 激发装置太敏感 导致了车辆后面的发动机舱 右后侧干粉灭火器 非正常启动 再次爆炸巨响